本期话题 怀男孩40天最准的感受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人医师 这个其实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呢 都是一样的 就是目前在我们国家 就是男性呢 其实是过剩了 男性的比例呢 要比女孩要多 其实生女孩呢 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建议大家呢 尽量的就算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呢 不要去做这个男孩女孩的性别见地 因为这个头三个月啊 这个无论是怀男孩还是怀女孩 都可能会有一些妊娠反应 比如全身乏裂 恶心 呕吐 咽石 然后乳房胀 下腐下坠 尿品等等 这些呢都是早孕的表现 男孩女孩呢 都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所以呢 靠这些症状来 鉴别男孩女孩 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